十几亿年 各位算一下 你到了第四层天 五十六亿七千万年 然后你再乘以四倍 乘以四倍 那种快乐跟享受 但是到了第七层天 那又不一样了 第四层天叫色界天 他们的快乐已经不是那么下流的快乐 没有男女的遗忘 没有吃的遗忘 就像你去看虚空 看大海 而且这个海会出现很漂亮的景象 跟很好听的声音 就像各位在听海浪的声音 有点在听交响乐跟流行歌曲 玉界天是流行歌曲的声音 一听了就会发疯 在那边跳不这样 那交响乐那种宁静的声音 那有点像天主教的圣歌教堂的声音 那种圣乐 那叫色界天 那色界天就有十八层天 初禅天 二禅天 三禅天 四禅天 每一禅都有各种不一样的快乐 这种禅修的快乐 然后最高层的天 还有四层天叫无色界天 连这个景象都没有 是一种心灵的快乐 安住在无边 安住在清静的意识 安住在这种心的平静 的快乐 最高的寿命叫八万大节 那一节大节等于十二亿 超过十二亿 然后八万大节 那就没办法算了 无量无边的快乐 所以我在这边讲各位 你要开始修 你能不能升天 如果你要追求快乐的人生 那什么样可以让你升天 但是我们佛教不是为了升天 我以升天的福报的快乐 来回向极乐世界 这样 我以升天的各种快乐 来回向父母 回向众生 这样 这是佛教的 叫修天不升天 修福不享福 所有的福报 去回向给众生 不执着 这叫福会双修 但是虽然 我们讲天不就近 但是你没有升天的福报 那就不用讲成佛了 所以那快乐的人生 我们佛教分三种快乐 第一间第一种 来世俗的快乐 也叫自私的快乐 我有钱 我比你有钱 我很骄傲 我做总经理 你是我职员 我可以喊东喊西 不然怎么办 我帮你开除 世间人这种 自私的快乐 甚至把自己的快乐 建立在头 别人顶上的快乐 踏着别人头 我这个房子盖的是20万 我可以卖到100万 太快了 我申请这个专利 本来是10块钱 我申请这个专利 现在可以卖300块 所以一件东西 从原始到 底下拿到 它已经好几层的剥削了 大家是靠这个赚钱的 那时候你可以赚很多钱 就像买卖股票一样 就像赌博一样 赌博一样 我就是赢你 你输了 跑路了 你家的事 自杀了你 我赢了 我很快乐 那我想世俗的快乐 往往建立在其他的痛苦上面 就像各位杀生 吃肉 钓鱼 赌博 甚至很多人买得很好的跑车 吵 吵死人 然后很危险 大家觉得很快乐 就像一个女人 她把自己弄得很性感 让其他的女人都刮凋谢掉 全部男人都看我 那种欲望的 自私的 刺激别人的快乐 所以当然这个快乐 是无常的 而且是很苦的 跟吸毒一样 吸毒现在很快乐 但是往往被抓去关 为了毒品 所以我在台湾的监狱 老实说 监狱里面的女生 一进去以后都剪短头发 各个白白胖胖 好美 80%都是吸毒的 吸毒以后被强迫 卖毒 卖淫 不然他没办法养 养他自己 被强迫了 所以进去以后 他们就不会吸毒了 在那个环境没办法 但是他们就恢复 他本来清纯的样子 在女子监狱里面 最大的快乐是什么 知道吗 台湾监狱是这样 你被关起来的时候是怀孕 那你可以在监狱里面 生小孩 而且生了这个小孩以后 你可以养三年 所以里面有人怀孕 大家就全部人照顾他 然后那个小孩子 就一人抱一天 因为没事干 就像抱小狗一样 所以台湾有很多监狱 长大的小孩 但是还有一个不好 就是说 你如果进去了 还没有四个月 监狱就是说 你最好堕胎 他会要求你堕胎 除非你能够很坚持 或提出你的宗教信仰一样 然后不准堕胎 他会鼓励你堕胎 因为你生在监狱里面 监狱也麻烦 这样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要去救 所以那时候只要他们要堕胎 我们就跟他说 你不要堕胎 所有奶粉 因为监狱不会给你奶粉 不会给你这些尿布的 我们就会找很多人 跟里面的人都讲好 只要又有女生怀孕了 通知我们 我们有一票人去养他 牛奶包括他三年以后 或是他不想带 我们就给他带回来 开始养他 所以外面就说 海涛法师有儿子四肢的 监狱里面不是我生的 但是因为我们的意思是说 你不要堕胎 我们想办法来养你 特别以前因为有很多 越南的 泰国的 菲律宾的 他们到台湾帮忙做事 结果就不小心被弄成怀孕了 怀孕以后 然后有时候他又没有执照 因为他去做买卖 肉体买卖 一怀孕以后 一抓到监狱 他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堕胎 因为他不能生 一生下来 他就不能再做这种买卖 肉体的买卖 那时候我们就要进去一直跟他说 说到没办法 请那个通灵的当机跟他说 因为他已经不讲道理 但是给他保证这个小孩子 甚至还给他 你生下来我们养你 这段时间的医药费 身体 我们都给你 就是要救那个小孩 不要让他随便杀掉 那生下来以后 很多牛奶 尿布 但是有些还是把他杀掉 为什么 因为他认为他一生下小孩 他就不能再卖身体了 而且他也不知道 这小孩爸爸是谁的 我讲这个问题 我希望各位去了解他 因为了解 所以慈悲 也就是我们学佛 不能关在自己家里看经典 你不了解众生相 不了解这个世界的苦 学佛对你没有帮助 你可能只会坚持地藏经是对的 法华经是对的 禅宗是对的 因为你是在玩弄佛法 所有的佛法都是为了帮助众生的 所以一部地藏经在监狱里面 在监狱里面那种 特别是死刑犯 要被枪毙的死刑犯 他们唯一的依靠就是地藏经 因为地藏经有写到 一个人在不管他怎么样的恨死 能够听闻一佛号菩萨 乃至一点经典名 他不会堕落地狱轨道出身道 因为他们啪下去 所以地藏菩萨跟地藏经 是死刑犯最重要的 然后吸毒犯最重要的是大悲咒 他们读你一来以后 我们就叫他赶快念 所以他们可以把沐鱼敲破好几个 所以他要赶快透过念大悲咒 能够让他毒瘾能够慢慢地过 所以后来就有人批评 台湾的吸毒的都会念大悲咒 但是至少认为 他虽然知道吸毒不对 但是事实上他们心灵很脆弱 你要给他一个东西 他念大悲咒 他念炉香战 所以喜欢唱的 我们就叫他唱炉香战 唱得很好听 喜欢画画的 就是你要转移他的感情 因为他在里面很孤独的 你要转移他的这种情绪 变成一种升华 最好就让他拜佛 画佛像 然后做一些 我们在监狱都教他们 拿那个金银子折成 特别是死刑犯 用往生皱折的莲花 在外面是在买卖 但是在监狱是他们赎罪最好的方法 他杀死人 我说你现在念阿弥陀佛折莲花 然后这个莲花折越多 哪一天你枪毙了 我们就用这个莲花 这个莲花会载你去离苦 所以他就很认真 因为你不给他一个东西 他不相信 那真正了解佛法以后 你就不用折莲花了 莲花在你心里面 那是因为他们一开始 还不能够相信这种心态的修行 必须从事情里面 所以在这边各位 不要批评人家折莲花 就是这个意思 为什么 对他们是需要的 所以一条链珠 每次我们进去 法师有没有带链珠来 这是他唯一的依靠 左手拿枪右手练珠 还好 边做坏事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至少他还有一半 他还有一个信仰 但是如果你不去了解这些 你就不知道 一句阿弥陀佛多宝贵 像我第一次去念大悲咒 我对大悲咒没有那么大的信心 因为那个是一种 反正你出家就要背 就要念 就像一个学生 要学物理 要学化学 要学算术 你不会觉得那么宝贵 那有一次不知道去哪一个监狱 那边有在执行死刑 然后那个死刑犯 难得能够出来 然后那个典狱长叫我 跟他们念大悲咒 那当我在念大悲咒的时候 那么死刑犯就跪下来 二十几个跪下来 然后我在这边 撒 撒这个甘露水 那很多死刑犯就举手 我没撒到 原来 大悲咒对他们那么重要 因为他相信 他要被枪毙了 而且台湾的枪毙 他不通知你的 明天上午要枪毙 早上一睡醒 突然有警察进来 就知道有人要被枪毙 不知道是谁 他如果提早通知你 你就会发疯了 所以他们都不通知了 所以对他们来讲 又怕 也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我去念大悲咒的时候 他们会跪着 一定要杀在他 我才知道说 哇 大悲咒对他们这么重要 因为我们念的 好像家常便饭 对他们来讲 这是他们唯一 这个时候的依靠 死的时候念地上皇菩萨 现在念大悲咒修业 有空的时候折莲花 而且他们的心里很痛苦 为什么 家里人很少来看他很多 特别吸毒的 吸毒 卖毒和杀人的 家里人都说 你死都不要回来最好 所以他们被枪毙以后 他们不去认尸体的 不去认尸体以后 这个死掉的鬼魂就很怨 很怨他就 如果他下地狱就被拉走了 如果他没有下地狱 他就会留在被枪毙的那个地方 所以那个枪毙的那个地方 一般人不敢进去 然后我们进去也会有感应 马上就觉得两个地方痛 为什么 因为他们台湾是 啪啪 然后地上一堆沙 然后他就把你推推推到那边 突然把你推下去 然后从你的后面 就是打你的心掌一枪 再把你太阳穴打一枪 然后血就留在沙上 沙就把它到时候弄下来 把它冲水冲掉 然后又换新的沙 然后里面的墙壁 全部灰色的 你不准有任何宗教标志在里面 所以那种心态 各位可想而知 但是你要去了解 他们进去里面以后 然后有些已经手脚发乱了 有些是喝酒 然后有些是脱了 各有各的情绪不一样的 所以问题在那一刻 各位你要关心 如果你是他 你那时候又很想着你的家人 而且那些你强奸他女儿的爸爸 在后面看 他就是希望你死 法官也在那边 典狱长也在那边 那些当然被执行死刑的 家属不能来 他们只能来领尸体而已 但是被杀的女儿的家属可以来 那种心态 所以各位偶尔你要去 那边去打坐一下 像我这样讲 各位你就要去官修 当你是那个法官 当你是那个典狱长 当你是那个 被强奸奸杀女儿的家属 当你是那个肃行人 那你的心态怎么样 因为在这种苦的心态才需要佛法 我这样讲 我很怕 这么 这么 这么严肃 重要的佛法 就像一部救护车 这么重要 你把它拿在一个 不会有火灾的地方 那这个佛法就没用了 所以那个时候 他们能够念一句 只要有人带他 他就有机会超度 但是在台湾监狱 他不能这么做 后来我们就想办法申请 用这种管道 申请到什么 就是说 在他们要被抓去枪毙的旁边 摆一尊地藏王菩萨 就他的路线 他在那边 但是监狱同意 法律是不同意 因为在民主国家宗教不能够 尊重人家的宗教 但是你不能推哪一个宗教 但是在西方国家就不错 因为在西方国家认为基督教 你要往生 他可以请牧师来给你告诫 你要来忏悔 所以死后以后 能够得到安息 那在台湾是没有这个了 但是我知道监狱里面的管理阶层 都相信地藏菩萨 所以那一尊地藏菩萨 是有监狱的管理人员捐的钱 特别是执行的那一个人 捐最多 这是他的工作 他也会怕 所以 但是那尊地藏王菩萨 永远在那边 但很少人拜 突然又有人要拜 又有人要执行死刑 后来我们就慢慢的 跟这些监狱的执行死刑说 这样好不好 你们就知道这个道理 反正你带他经过那边 就跟这个寿行人说 现在是地藏菩萨 你要不要拜一下 停两分钟也好 然后你就拜一下 然后你就带进去吧 当然我想 一只龙虾被杀的过程 一只狗被杀的过程 一个人从生到老病死的 所有的过程 我希望各位都要去思维 所以念下来 善师如母众 难忍无量苦 那各位一定要好好的 对每一个众生的 这种痛苦 去思维 好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 一切佛法森三宝 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 所听到的叫法 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 达到无我的空性 达到慈悲利益众生 更要随时收看 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三宝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大医院张上纯医师 自从武汉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许多人为了你我的健康 配合政府居家隔离 或居家检疫的防疫措施 而被限缩了行动自由 我们不应该害怕 或排斥这些配合的人 要多给他们一些支持与鼓励 同时也提醒居家隔离 或居家检疫的民众 请配合政府的规定 确实做好与外界隔离 以保障周遭亲友与社区的安全 也免得受到处罚 不管疫情如何变化 大家都要有正确正向的态度 不要彼此贴标签 我们要互相包容 互相协助 才可以守护台湾的健康 随手皆可行善 去郊外游玩是一件快乐的事 在郊外游玩时 如果能顺便再做一些善事 那么会变得更加快乐 更有意义 爸爸 爷爷 走快一点啊 小宝 别乱跑 哎 这孩子真是太调皮了 原本我今天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可是他一直吵着 要我带他来郊外玩 小宝喜欢来郊外玩 你就应该陪他来玩 平常你要上班没空陪他 今天放假 你还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做 爸 你是知道的 我现在在学佛 今天本来约好 和师姐们去河边放生的 是小宝非要我带他来这里玩 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呢 原来是这件事啊 那哪有比陪小宝来得重要呢 爸 放生可是行战积德的大事 怎么会不重要呢 放生的确是件好事 但是和陪小宝来郊外玩 并不冲突啊 爸爸 你走快点吧 我们去那边看小鱼 学佛多年的杨先生 已经错过了放生的机会 一直闷闷不乐 可是当他陪儿子来到湖畔时 不由得愣住了 在这里有许多人在放生呢 爷爷 你看那里有好多人吗 是啊 啊 这些人 难道是在这里放生 爸爸 那些叔叔在做什么 他们在放生 放生 爸爸 你不是也经常去放生吗 究竟什么是放生啊 放生就是救命啊 就是救助那些被别人抓住 就要被杀的动物的性命 爸爸 那放生的人真是了不起啊 是啊 小宝 下次我带你一起去放生 好不好啊 好啊 好啊 就在这个时候 正在放生的张先生 看到了杨先生的父子 于是便走过来跟他们打招呼 李雅 杨先生 真巧啊 假日带着孩子来玩吗 是啊 小张 你今天没去河边放生吗 怎么也到这里来了 我儿子吵着叫我带他来这里 没办法呀 怎么 你也是被你儿子 缠着来这里的吧 可不是嘛 就因为要陪他来这里 所以我今天才会错过放生的机会 哎 真是可惜了 你这么说就不对了 只要有放生的心 无时无刻都能放生啊 我就带了一些河泵来这里放生 啊 你还带了河泵来放生 是啊 来这里玩之前 你可以买一些田螺河泵 这样玩的时候 也可以同时进行放生了 嗯 有道理 下次我也去买一些鱼虾来这里放生 这样就一举两得了 买鱼虾来放生 那可不好 为什么呢 因为从我们住的地方到这里比较远 鱼虾容易在途中死掉 所以还是尽量不要买鱼虾来这里放生比较好 哦 原来是这样啊 来 我们一起将这些河泵放生吧 嗯 嗯 离开了湖畔 杨先生祖孙三人 来到了不远处的小树林 嗯 这里空气真好啊 这里还有好多小鸟呢 爸爸 爷爷 我们去椅子那里坐吧 爸 走了这么久 你也休息一下吧 你先去吧 我还要会会我的老朋友呢 老朋友 爸 你这是在做什么呢 你只知道放生行善 难道不知道喂食鸟儿也是一种善行 慢慢吃慢慢吃 这里还有好多呢 是啊 行善的方式有很多种 只要有心 不论何时何地都能行善啊 这时候 爷爷手中的米粒已全部撒完 他来到座椅处坐下来 微笑地看着吃着食物的鸟儿 爸 真没想到这里的鸟儿跟你这么熟 那你现在还认为到郊外游玩就不能行善了吗 郊外的树林里自然会有鸟雀气息 我们来这里玩顺便也可以带一些米粒来喂食 这也是行善啊 爸 你说得对 下次我们来这里的时候 还可以买一些被抓的鸟雀来这里放生 假日来家外的游客越来越多 有些没有功德心的人 经常把吃剩的果皮 锁胶带和餐巾纸随便丢弃在地上 年轻人 请不要乱丢垃圾 你们这样做不仅使环境脏乱 还会伤害到一些小动物 对不起 我会将它们丢进垃圾桶的 老爷爷 为什么这样会伤害到小动物呢 你看这个塑胶带 上面还粘了一些食物 这样很容易吸引一些流浪猫狗来吃 万一它们将塑胶带一起吞下去 那可就糟糕了 是啊 我们的无心之举 就会伤害到一些小动物的性命 嗯 我们以后会注意的 爸 小宝很懂事呢 之前你带他来这里玩 是不是就告诉他如何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善事了 嗯 是啊 其实行善可以有非常多的方式 平常在生活中能够行善的地方就非常多的 爷爷爷爷爷 你看我今天捡到好多 咦 这是什么 是口香糖啊 有些人吃完了就随便乱煮 小鸟会把它们当成面包吃的 如果小鸟吃了口香糖 是会死掉的 是 所以我每次都捡口香糖 你们这样也是非常棒的行善方式 来 我们一起捡口香糖吧 好啊 好啊 爸爸以后你要多陪我来这里玩 没问题 爸爸答应你 夏天的雨后 不少的蝸牛会爬行到林间小路上 这祖孙三人就在林间小路上 发现了许多只蝸牛 爷爷 爸爸 你们快来看 这里有只小蝸牛耶 哦 这小家伙怎么跑到路中央了 爷爷 你快来看啊 这里也有蝸牛耶 好多只哦 今天怎么会遇到这么多蝸牛啊 昨天晚上刚下了一场雨 这些小蝸牛自然会跑出来 是啊 不过它们跑到路中央可是很危险的 不小心就会被人踩伤踩死的 哎呀 那我们帮帮它们吧 好啊 我们可以轻轻地将它们捡起来 然后小心地放到附近的草丛里 那样它们就安全了 小蝸牛 在这里你就安全了 可别再跑到路上了 小宝真棒 小宝 下次我们再一起来玩 嗯 爸爸你真好 怎么 下周末你不去河边放生了 嗯 今天我才知道 行善是没有任何行事的限制的 你看 一家人游玩的时候 顺便做一些善事 是不是更其乐无穷呢 护持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树网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般若波罗蜜 一切菩萨摩赫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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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